这一张报表的长相要这样 我希望做交叉分析表 就是上跟左都有资料的 然后这边要放的是隶属单位 我们放在这儿 右上角我们放部门 中间老师放的是浅浅大乐赛 OK吗 好来 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办呢 如果我要做出这张表 那我们不要自己去计算 其实我们就可以透过枢纽分析 那枢纽分析在哪里 来看在上头的插入 插入里面的左侧 就有功能叫枢纽分析表 进到枢纽分析表后 你看这个枢纽分析 它有一个从表格或者是范围 那首先我要把这个资料 你可以不选 你就随便点一格就好 它等会会帮你把整个范围选起来 可是如果我想知道 怎么快速选整个范围 老师先缩小给你们看 老师先老缩小 你看一下我的范围整个是这样 对不对 好那有一个很好用的快速键 这快捷键平常是全选 电脑里全选的快捷键叫什么 把所有东西都选起来 有这个快捷键叫什么 Ctrl A 有听过吗 你们不知道吗 好了学起来 有同学点头 对啊会啊会啊 一样的Ctrl A全选 在Excel中的全选 不是选旁边连同白白的 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帮你自己选起来了 你看 这看得懂吗 好Personal 金探号 金探号就是工作表名称的风格 所以这个是工作表 名 金探号 储存格 那储存格范围 是用那个冒号隔开 这个 那R跟A前面都有那个Dollar sign Dollar sign就锁定嘛 这大家都会 所以这个叫路径的表示 代表着A1跟R40的储存格被锁起来 而且他们位于Personal这一张工作表里 所以这是工作表名称 这样了解吗 好 这样的观念 来 那这时候呢 我把整个范围选起来了 跟他说我要新增一个工作表 确定 他马上帮你多一个页面出来 多了这个页面后啊 我们刚刚有讲到 老师希望等会的表长这样 对不对 好 你看右下角 右边这个地方就是他的栏位 右边这个就是栏位 然后栏位这个区间就是他 看到吗 这个区间就是他 所以呢 我们等会把栏位拉下来 这里要放部门 你就把部门的那一个栏位拉到这 然后隶属单位拉到这 然后潜钱放在这就做完了 超快的 知道吗 计算要算得要死要活了 这一下就拉完了 所以你看老师心跳哦 我把部门别拉到栏 然后隶属单位拉到栏 薪资总额拉到Sigma值 他会跟你讲他叫加总 来报表做完了 听懂吗 这就是栏位的分析 他真的很重要 那当然不是这样拉一拉就没事 我们下一堂课会再往下挖 栏位的分析可以做什么 然后栏位的分析讲完 我们就会讲图表了 就是你要知道 怎么去把那些图表拉出来 跟一些做图表的观念 那这个档 下一堂课继续用哦 好不好 这个档 OK来换你们 把这档留下来 存好我下次要继续用的哦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它有分成分格符号跟固定宽度 那你就记得用分格符号 OK吗 因为它这个地方整个是散的 所以它里面藏符号 来下一步 Tab键它就会整个隔开了 下一步 好那就直接完成 好它就带进来了 OK吗 那进来后因为它是文字档 所以你记得一定要再定存新档 所以我们要到上头找定存新档 把它储存为Excel的格式 所以我们回到桌面 好那把它存成XLSX这个 OK好那 存在桌面后 档名就自己取 然后按储存 它就可以把它存下来了 了解吗 所以呢这个档要先有 那这个我们上一堂课有讲 基本的枢纽了 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再 就这个部分再往下 好所以记得要从这个 存这个档 好来 素材都有拿到了 好所以问题你们一定要会 你们系上一定是要会的 因为工作真的会用到 太多学长姐有会来讲 好来 这边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下上课的例子是指 老师在这里呢 要做出这张表 上次的 就是分公司 分公司 然后右上角的地方是部门 好部门别 中间是你的薪资总额 所以这时候呢 好你要先检查 你这张表 好不好OK 那以这张表上次有讲嘛 职位是有问题的 记得哦职位要改 所以呢右上角的 寻找取代 好取代记得 进来后呢 寻找目标是空一格 取代成什么都没有 按下全部取代 确定这样就好了 OK好把它取代掉 来关闭咯 取代完之后呢 老师先存一下档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进行刚才的枢纽 所以呢 点上头的地方 选择插入 枢纽分析在插入的位置 好第一颗哦 枢纽分析表 那它在ECL中称之为动态 动态表格 好动态报表 动态的 好什么叫动态 动态的意思就是指说 它的栏位可以自由的配置 那当然它呈现最后的结果 很像是交叉分析 统计里面所谓的交叉分析表 它出来就是交叉分析的逻辑 所以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呢 从上面这样下来看不下来 所以是交叉分析类型的 那这个交叉分析表 我们也可以让旁边这个地方是多维度 单一维度的话就是有X跟Y嘛 那多维度 多维度的意思呢 是指说我们的表里面呢 它可以有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一次类推 它可以有很多的维度 去呈现它 所以这个知道一下 来那我们先以这个例子来看哦 所以呢选择插入的 枢纽分析表 选第一颗 从表格这个点它 那这时候它会帮你框起来范围嘛 A1到R40 这个应该看得懂哦 Personal 然后惊叹号指的是工作表名称 惊叹号是一个分格符号 A1冒号R40 这是指储存格的范围 那因为它有帮你锁定 所以呢就是$A$E 这样意思类推 来那这个出来后呢 我们就按下新增哦 新增工作表 按下确定 好确定之后它就出现这个画面 那我们三行课拉的是用 隶属单位在左下角的列 右上角呢是部门 右下角呢是薪资总额 这样就好了 你这张表就会出现了 好那可是这张表出现之后呢 有几个重点 首先第一个 这张表出来之后 我想要改变它的样式 看起来的样子 好那看起来的样子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呢在右上角的 虽然有分析表的 分析这边有个设计 设计 好那如果同学版本比较久 虽然有分析的功能设定 会有两个分支 在这个主选项下面会有两个分支 那其中第二页就是设计 只是说老师的版本是2021 他就把上面那个设计另辟出来 所以你们是找得到的 好那第一个地方设计指的是 它的模板 你可以去套用不同的样式 例如说颜色啦 那它的列跟蓝是否凸显显示 这边会看得到 第二个部分的话是顺能分析表的样式选项 这四个啊你可以去勾选它后 然后呢决定我的下面显示的地方 哪个地方凸显哪个地方不要凸显这个可以勾 因为它会跟着你的样式有关 你的样式不同 它就会跟着有相关联 好然后呢再来左侧 左侧的部分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版面配置 好版面配置 那版面配置的话呢 指的是我这张表的呈现方式呢 好 例如说我要不要有小记 要不要有总记 总记就是这个 小记的话量要多一点 资料量太少 好这是总记 要不要有总记 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区块 第二个是在右下角这里 计算方法等一下讲 来进来后的书能有分析表样式 同学可以下拉 你看它有好多 你就可以选 它会套上去 这样子它会套上去 OK吗 好它会这样套上去 所以你可以点的话会套上来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想要的感觉 好就可以套上去 好隔壁 它有分成列标题蓝标题 带状列跟带状蓝 例如说你可以勾选 这是列 这是蓝 横的直的 那这个是框线 有时候它会出现框线 有时候不会 是跟你的样式有关 好跟样式有关 所以你要看你的样式是哪一种 它呈现效果会不同 好然后 例如说蓝标题要不要加重 行目提示 列要不要加重 好这意思指的是这个 好来 前面空白列的话是指说 如果你的主项目有第二层 例如说我有再放一个职位进来 第二层 好当老师第二层的时候 你看这里就会有一个空白列 每一项之后插入空白行 指的是项目 我们这两个是一个项目 项目后加空白行再重复 加空白行再重复 一此类推 所以它这边就会出现 有空白一行 空白一行 听懂吗 指的是这个空白列 所以你不能去动这张表 只能够从上面的功能去下手 这个是报表百分别也是 压缩模式就是现在的样子 左侧的两个栏位 它会放在同一栏 这叫压缩 同一栏 好那这时候如果你一点别的 例如说用大纲 它会拆开 或者列表 它会往上 或者 就三种 好回去 我用大纲 只有三种 然后这边有一个重复 重复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你是用大纲 或是列表 旁边这个是空的 你让它重复 它就会重复重复重复 知道吗 这看你们需要 不重复 好总记要不要拿掉 关闭 右侧跟下方就不会有 像这样 好这是总记 那如果你希望呈现的时候 它还可以决定 开栏或开列 自己决定 最后小记 小记的话呢 要看项目咯 所以有些有小记 有些没有 像小记就是这个 我这一行这个 这就是小记 在这个项目的 这个项目将计算上来 小记 那有些小记可以换位置 例如说在底端 它就换到顶 这个顶 本来是在顶端嘛 它就在上方 底就是放下头 所以你要有小记哦 你要记得 至少要两层 懂得解吗 不然有些功能 它其实出不来 它会跟你的数量有关 这样大家 会跟数量有关 好 所以这边OK咯 这一个 那这是第一区 第一区 第二区块是右下角 这里 好 这个很重要 你们要学 因为你们现在学的是枢纽 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在数据分析里面的 拉爆表的方法 那这个枢纽 如果你学会后啊 你之后学那个Power BI 就我们下一次的 Power BI课程 会比较快速上手 还有一个叫Table 如果你们要学过这一种的 它也都是拉爆表型的 观念是跟老师讲的 这个是一样的 好 那老师现在进来后啊 右下角这里要懂的是 上次有讲过 这是计算 对不起 项目型的栏位 就是类别型栏位 类别型栏位 所以呢 类别型的栏位 它在这一张报表中 主要的用途是 拿来作为名称的显示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数据 是什么样的内容 名称来显示 只能是这个 名称 好 旁边右下角 这个地方我们称为计算 计算栏位 专门拿来计算用的 所以你只要把数据型的 好 这个计算栏位有分三种嘛 如果你拿进来的是文字型资料 它会自动变成技术 就是Count 好 如果你拿的是日期型资料 它也是技术 但是如果你拿的是数值型资料 就不一定了 数值型资料的计算方法 就很多种了 不要多样化 所以呢 如果我们现在拿进来的是 数值型资料的时候 那我怎么知道 它帮我拿进来的计算方法是什么 听懂吗 所以呢 来看这儿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箭头往下 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你点进去后啊 可以看得到它的计算方法 所以老师点这儿哦 清掉 点一下 大家看 这有个叫值栏位设定 值栏位设定点进去 好 这个界面 当你出来这个界面后呢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栏位的意思 有懂齁 好 再来名称 就是你可以改名字 名字给大家讲 下面这叫栽料值的方法 就是计算方法 那它的计算方式呢 如果你不下函数 它自己本身就有一些预设的计算 例如说加总 平均最大最小跟计算次数 有没有 这五大函数 最常见的 那当然在报表中 这五个也是很常用的 所以我假如进来后啊 例如说我选加总 确定 它就是加总 老师如果改哦 点它 好 值栏位设定 我改计数 就变笔数 有没有 击笔 笔数 好 再点它 然后值栏位设定 然后这个值栏位设定 因为用的几率太高了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在下面这些栏位的地方 这里哦 任何一个 好 不行 任何一个它会变成 要在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 所以这个 技术的薪资总 我看一下这版本 这个版本还不行 好 来 如果你在上面的数字快点两下 不好意思 它会变明细了 它会另外再开一个表变明细 所以不能在数值上 那是把它删掉一下 它会变一个明细表就对了 那我们就到右下角好了 点右下角的值栏位设定 这样了解吗 这边可以马上及时做修正 好 那你修正完后啊 这个可以改 你改了后 它有一些相关的栏位会改 好 那当然这个地方改 目前是看不到 因为我的值 数值就有一个 如果你有多个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 现在看不到 现在看不到 好 确定 所以你这个有改 没改 没差 知道吗 然后另外呢 在这一个栏位上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一个 数值格式 好 还有一个重点是数值格式 这个数值格式啊 的意思是指你点它后可以加资料形态 就是我们第一堂课讲的这个资料形态就是它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数值快速的套用 我会建议你这边加比较好 你不要从上面 你从上面加就一个一个加太辛苦了 知道吗 所以老师进来后选货币 小数位拿掉 好 就是达勒赛就好 确定 确定 好 这张表就完成了 目前有听懂吗 OK 你们可以跟老师做的一样吗 好 首先 那进来后这边又上角式部门 左下角式隶属单位跟职位 然后加总 但加总要加达勒赛符号 然后呢 设计在这里 设计的颜色你就自己改了吧 好 自己选 那带壮力带蓝 这四个我都有勾 空白力我有空一格 报表版面配置 我是用大钢 老师就用大钢 然后我让小记再下 可以吗 我都用上面这一块 你们练习一下好不好 来练习